你好,我是太永浩 7月27日是全署停战协定的65周年纪念日 朝鲜送回了美军遗体 此前有报道说 西海维星发射场着手进行拆除工作 朝鲜说 旅行朝美新加坡首脑会晤协议 需要玄序见见 朝鲜正在按部就办的采取行动 美国需要用中瞻宣言进行答应 相反,美国则认为 美朝首脑会晤的核心是朝鲜的无口化 在没有实际上的无口化措施的情况下 很难签署中瞻宣言 韩国的一些人士也要求 朝鲜认真地履行着美朝首脑会晤签署的协议 美国也应该用中瞻宣言进行答谢 实事上 朝鲜在美朝首脑会晤之后 采取的切出部分导弹实验场 以及送还美军遗体等 是与无口化相居甚远的宣要性措施 签署返文殿宣言 一个星期以前的4月20日 金正恩在党中央全员会议上强调说 核武器是首位和平的保健 让后代永享幸福的根本保障 7月初还对党的核心干部们交易到 核武器是前一代领袖留下的包规遗产 对我们来说没有核武器就等于死亡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几天的上院外交委员会 听证会上表示 朝鲜在签署访问店宣言 和举行美朝首脑会议之后 也继续生产了核分裂物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第三次访问朝鲜时 打成协议组成无核化工作小组 可是朝鲜目前关注的只是中瞻宣言 朝鲜回避无核化的十字性措施 只关注中瞻宣言的目的在于保持核武器的情况下 年内实现车离驻韩美军的第一步 结出驻韩联合国司令部 其实朝鲜联合司令部 拥有作战控制权 联合国司令部只负责跟听战协定有关的工作 所以并不是举驻清众的部门 可是驻韩联合国司令部形式上 拥有占占国指挥权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活动报告 简而言之 联合国军表面上拥有用武力保护韩国的义务 但实际上旅行的是事先防范朝鲜半岛 再次发生战争的遏制能力 联合国军司令部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挪威、泰国、英国等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国家 一些重阳国还向朝鲜转提信息表示 将派军官或小规模人士参加韩美联合军演 若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将跟韩国兵检战斗 我在朝鲜驻英国大使馆工作的时候 每当英国参加图戒、关键决线等韩美联合军演的时候 都会到英国YU省或国防省进行抗议 英国每次都会说只是在履行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国引进的义务 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情况下 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于朝鲜战争等灾难 联合国安理会不可能签署派联合国部队的决议了 签署中占宣言之前 美国和韩国应该要求朝鲜开始采取不可挥转的契合措施 为进行措上 朝鲜应该在可验证的框架内进行接触西海卫星发射场的工作 用相互可确认的无后化措施进行回应 为签署中占宣言引作有利的环境 如果朝鲜对无后化措施的验证采取余观的消极态度 人们会怀疑无后化的诚意 今年内就很难签署中占宣言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